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科學釣魚 想知道黃港後山會有什麼釣況嗎? 那就看接下來的影片囉! 黃港後山釣場非常危險 路途遙遠 爬上爬下 沿著懸崖走只是基本 一不小心就會從20米高度 無安全措施 直接掉入深海 走到釣場後 還需要攀20公尺的岩下去目的地 沒有繩子 沒有梯子 所以要怎麼進來這邊 我不會公開 如果你真的想來 請評估以下條件 名是否為 1.年長者 2.聚高症 3.平時無運動習慣 4.身高不足175公分 5.沒穿救生衣防滑鞋 如果以上條件 你又符合一個 那就千萬不要來了 那邊那個肉粽的地方就是黃港外景 我上次有去釣 那今天我是進來這個 獅頭山 主要的目標魚還是要釣黑白毛為主 黑毛黑毛 好 那有什麼好的釣況 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訂閱按讚喔 好了 又開啟小鈴鐺喔 獅頭山 謝謝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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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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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